大家好,我是枫叶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茴香盒子 300克中筋面粉 3克盐 140克温水 15克植物油 和成一个软硬适中的面团 和成这样就可以了 5分钟以后我们再揉搓一下 5分钟过去了 我们再把面又揉了一下 放在一边醒至40分钟 现在我们和这个茴香馅 400克的梅花肉 我刚才做了一点姜泥 一点白胡椒 一点五香粉 蚝油一勺 料酒一勺 酱油一勺 香油两勺吧 一勺油就可以了 先不搁盐 一个方向搅拌 搅拌上劲 放一点水 让它馅有一些水分 搅拌出这种粘稠的感觉来 现在我们已经和好了 然后我放一点油 把它表面上倒上 让它等于锁住这个 锁住肉馅 放上保鲜膜 然后把肉馅放到冰箱 静置一个小时 一把茴香 我们把它洗净了 淀干水分 把它切碎 好 现在可以放在肉馅里头 茴香放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再尝一尝 因为茴香比较干燥 它是比较吃油的 加上一勺半盐 好 我们现在开始制作 把面可以拿出来 不用再揉了 直接把它做成剂子 剂子呢 就是比平常包饺子大一点 好 我们做成十个剂子 直接把它按圆 先拿一个面剂 像擀饺子皮一样 把它擀大 但是这个应该是 中间和边上薄厚 相当的 饺子皮是外圆薄 中间厚一样 这个再这样擀一下 把它弄成 稍微有点椭圆形 就可以了 然后放上肉馅 把它对折 稍微按一下 当然边缘就是要捏紧 可以用手掌捏 但是这个之前一定要看到它没有漏馅 然后我们就这样 从下往上折起来 这样就可以了 盖上一个T布 不要风干 因为我们这是温水活的面 好 我们现在开火 中火偏低 然后少倒一点油 可以把饼坯放进去 放四个刚好 一般来说 韭菜盒子或者是 灰箱盒子 它都是两边烙制 因为盒子过去经常就是素馅的 那么我们这是肉馅的 可以加一点水 加点水呢 焖制一下 它可能更快一点 点一点水就可以 盖着盖 现在煎制了三四分钟 你听到锅里有呲呲的声音 可以打开看看 水基本就没有了 我们翻个面 现在饼已经补起了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好 现在可以出锅 朋友们 刺一飘香的猪肉浑香盒子就做好了 您看 馅非常饱满 还带着汤汁 是不是想马上咬一口呢 好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为我点赞 关注我 我是枫叶 我们下次再见 Good Appetit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